好我們來看一下國立的9月6號到9月12號 十二生肖的週運室 首先逢到了9月的7號就是白露的節氣 到了白露節氣這個時候開始 可能日夜溫差也會大蠻多的 那進入這個時候 大家如果要穩住自己的健康慾 一定要記得秋天就是養肺的時節 所以可以多吃一些潤肺的食物 來幫助自己增加抵抗力 還有讓我們的呼吸道 可以更加的強壯 另外身上也可以帶一些金跟銀的飾品 來增加五行屬金的能量 有助於我們開立這個財運的好運氣 好看一下本週生肖鼠猴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運勢的表現有五顆星的好運氣 財神來爆起了 這個禮拜財運還不錯 可能在你的工作上的表現是很好的 會有一些加薪的機會 或是有很多業務來發展的機會 所以一定要多加把握多加努力 生活上的偏財運其實也還蠻不錯的 如果有淨財的時候記得一定要多行善不思 不要貪多 免得貪多腳不爛 這個時候可以把錢財做一個有效的運用 做好理財規劃會讓你的財富更加長久 好本週呢生肖鼠蛇鼠雞還有鼠牛的朋友呢 這禮拜運勢有三顆星的好運氣喔 在哪方面特別好呢 尤其在感情方面呢 是很不錯 還有人緣桃花呢 也是強強棍的喔 那這禮拜呢 可以多廣結善緣喔 尤其呢跟老朋友呢 多聯繫一下呢 你會發現有很多好的消息 在老朋友的口中 或者是請他們幫忙 都會遇到好的貴人運 來幫助你呢 成功或是發展在事業上 財運上的一種更上一層樓的好運氣喔 尤其這禮拜的人緣桃花呢 如果想要求得桃花 不管是男女之間的愛情方面呢 也都有機會遇到合得來的對象 所以要多加把握囉 好本週呢生肖屬虎還有屬馬屬狗的朋友呢 運勢表現呢有四顆星的好運氣喔 哇在工作方面呢 會有很多新的機會 或許會感覺比較勞碌一點喔 感覺呢這個也要忙 家裡也要忙喔 所以你會覺得蠟燭兩頭燒 不過呢我覺得只要你肯付出呢 一切都是值得的喔 所以這禮拜呢 一定要多種下呢 善的種子 廣結善緣 你會發現說在工作上呢 會因為你的廣結善緣 得到很多貴人日後對你的賞賜 會有很多發展跟賺錢的機會喔 好本週呢生肖屬豬屬兔屬羊的朋友呢 運勢表現只有一顆星的好運氣喔 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欸這禮拜會感覺到 處處碰壁的現象呢 會比較多一點點喔 阻礙特別多 所以呢考驗你的耐心 耐心就是增長智慧的開始喔 所以凡事呢 擠不得一切順其自然呢 自然會得到好運氣喔 那這禮拜呢建議你呢 可以多去閱讀 或者是多接觸一些善知識 或者有宗教的信仰呢 都可以幫助你呢 轉運轉新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本週呢 吉星加持的生肖呢 恭喜呢 財運最順的生肖屬馬的朋友 生肖屬馬的朋友呢 這禮拜在事業上的財運呢 是不錯的喔 所以多加努力會讓你呢 財運亨通喔 來看一下呢 事業最好呢 恭喜生肖屬馬的朋友 哇這禮拜呢會先得名後得利喔 所以呢多去做好你的口碑 養好你的名聲 會讓你人脈通前脈喔 好來看一下呢 桃花最美 恭喜生肖屬蛇的朋友 哇這禮拜呢 人脈通前脈喔 那尤其呢 跟家人的感情呢 有有望提升 所以要多注意喔 做好對家人的一個感情的提升 然後家合萬事新 讓你沒有煩惱